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费总 其实我觉得 今天还是挺有收获的 我真的没想到 我们一下子就把这笔大单子弹成了 回去啊 要告诉李总 他一定比我们还高兴呢 吴迪 这事请不要让安静知道 你知道他的 我怕他误会 又以为我跟那个模特约会呢 对不起 费总 我真的没想到 还会有这么一层意思 费总 好像还是有事情要瞒这里走 难道 难道费总今天 真的要来这里约会 只是让我来充当林郑的 不要啊 安静 别去 她不带你去 让 安静 真的不放手 不能去 安静 你别去 安静 你别去 可是去让我跟贾黄啊 那 他约的是谁啊 哦 李总也真可以 回去以后怎么跟安倩交代呢 说跟吴迪去谈厌务了 他能相信吗 算了 先不理他了 今天至少吴迪这边是搞定的 我应该不用担心他会卷跑天才 喂 真不存在 老兄 小鸣别喝了别喝了 干什么呢 滚 � 很好啊 非常minute 那个朋友 稻待的是神经 acceleration 调 persons ETH 切 这里有一个好骗的笨丫头 张张 你干吗 我干吗 我 干啥呢你 又有人替这个丑丫头出头啊 你也开路 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欺骗小女生 我就纳了闷了 你长得那么帅啊 你干吗不长个漂亮点 你离我去哪 我别动 脾气挺大是吧 有钱人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我最恨你们这些有钱人 你站开 你们这些有钱人 一天到晚就欺骗和玩弄女孩子 张张 你胡说 我胡说 我告诉你 他这个人 专门骗女孩 骗完了 玩完了 把人像是妈布一样 热闷怨怨的 你够了没有 你打我呀 我没够 你不是有钱吗 你拿钱打我呀 松开 别打了 看了吗 打了不敢打 有钱男人就是窝囊废 就知道骗人骗了 我 你批 你 你 你 小小小 你没事吧 你 小小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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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狗日的 你让老子见邪吧 我今天就 打你这个顽胯子弟 强调 念裤 顽胯子弟 老子懂 裤子不是穿在胯上的吗 就是顽胯子弟 是 你老男后 你 你 我 强调 强调 好啊 你敢咬呗 你敢咬我 我今天给你点厉害看看 强调 告诉你 你不许伤害费总 费总他不仅是我老板 他更是我朋友 你懂吗 他不仅给了我工作 他也给了我尊严 给了我做人的尊严 只要有我在 就是不许伤害他 吴迪 你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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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我 我 我打死狼狗子弟 我让你抢人的女朋友 别走 别走 我让你敲死我家 我让你敲死你朋友 我让你敲战兵女 我来给你 小哥 你不能问他 你不能问他 乔哥 你快回来吧 乔哥 你快回来 乔哥 没这儿 乔哥 你看什么看 没见过流氓失恋 强哥 强哥 别哭了 强哥 我都忘了 真的是没想到啊 张晓这个人竟然也试过练 别说 这样说起来 他还挺可爱的 可爱 那门牙差点搬家了 嗯 结实着呢 你别看张牙 平时张牙舞爪子 可是真到了关键时刻 我只要哄哄她 飞总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我今天是没放开 哎 要不然的话 收拾不了这小子吗 哎呀 飞总 你 你别碰 你别碰 我这儿有纸 我来给你擦擦 这可是上好的言情句桥段 看她这表情 比自己受伤了还痛苦 她的手这么轻柔 我只要再加一点火候 在乔舞 飞总 你松手啊 我再给你擦法 用擦了 吴迪 我有话跟你说 飞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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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我先回去了 再见 谢谢你送我回来 天亮 我摸了她的手 飞得拿来 你这是怎么了 你也被不用害得入戏太深了吧 不是已经说做好朋友 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了吗 你还演什么演的 赶紧想想回家以后 怎么对付安倩呢 你 你做得对 你 一定要珍惜这个游戏 你 一定要珍惜这个游戏 你 一定要珍惜这个游戏 你 只能不能再加游戏 让她消失了 这能干姑娘 竟然有丢她蜡子的手 我回去怎么向安倩交代呢 你就不能开快点 我都迟到十五分钟了 你们好什么呀 你色盲啊 前面是红灯 喂 龙哥 听话 不是 我 我马上到 马上 现在路况相当差 我被堵在半路了 我被堵在半路了 在半路了 别人已经卡住马路了 还是火星路停地球啊 龙哥 你真幽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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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头奶牛挡在路中间了 警察正在处理 马上就好了 是 哪有奶牛啊 我怎么没看见 闹嘴 别说是一只牛 整条街被蜂牛堵满了 你马上就知道 能给我冲过来 马上就要到你上台了 你到我怎么办 我听到你 要是再有一次 你也想再在红商铺唱歌了 看什么看 看你的车 龙哥 喂 龙哥 喂 信道不好 喂 快帮我追 什么 你手机被抢了 那我为什么帮你追啊 你不怕我把你丑事说出去 快追他们已经跑远了 跟夜总会经理联系不上了 你胡说什么 我是去见一个我很重要的朋友 你就编吧 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明明是要去什么 红山湖夜总会赶场 对不对 看你可怜的 小脸都会变成菜瓜了 我说某人怎么三天两头迟到啊 原来是当下本职工作不做 跑出去中安派去了 你胡说八道 你有证据吗 证据 我没有啊 那不就得了 那还不老老实实听我的 快追 我是没有证据 难道你有啊 拿出来给我看看呀 我没有 你受到 我的证据在手 我的手机 快帮我追我的手机 怎么 你想让我帮你追手机呀 你就不会自己打车去追 或者是跑着去呀 本小姐不陪你玩了 让本小姐受你的气 你休想 拜拜 拜拜 我会帮你抱紧的哦 那个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我不想再见到你 姐 德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谁打的你啊 你别吓唬我 醒醒 德南 醒醒啊 德南 快 但是跟刚刚那幕比起来 坚持不值得一提 什么叫震撼 什么叫感动 什么叫震撼 好嘞 我现在再深深体会 我也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会这么爱处理 她做了一件 梦都闷死了 什么事情好笑了 看得我都放困了 你说你见完客户不赶紧回家 还放什么超市 还不是为了让你晚上能吃上点心吗 就会说好听 真的 我当时不知道有多英勇 那小子把自恶之手 即将身上那个少女的包的时候 我突然怒吼了一声 那大脸的家伙 脸立刻吓得 绿绿绿的 那你还伤成这样 后来他们用人海战术 你说你以前 胆子小的见个老鼠都要尖叫 现在开始建英勇了 你从来都没有为我打过架 我知道 你今天救下的 肯定是个美女 对不对 安静 你轻点啊 她绝对绝对不是个美女 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 人格 你觉得你的人格还有担保的价值 等等 你知道吗 你过去跟我说过的话 都可以出一本书了 什么书 书的名字可以叫 难道不是吗 无中生有声东极西 调虎离山 金蝉脱鞘 你说你为了骗我 你变了多少瞎话和鬼话呀 你使了多少阴谋诡计 你以为我统统都忘了吗 那不是过去吗 过去 可是这些过去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我可以不提 我可以不提 这种评伽下的传统 说明会是否 咱们找到 此外 可以不提 你做的事的 какое屏幕 是什么地方 我自己觉得 我他身的感受 你会有一些小伙子 因为你会写到 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的事呢 我觉得要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让我来伺候你 我可没要你伺候 我可是来给你送礼物的 行了 你少挖苦我了 快忙你自己的去 去吧去吧去 天衣不缝 滴水不漏 还有什么成语能形容 我今天的心情大变化 悲极生乐 老辈 点心来了 灯南 我今天忘了问你了 你今天去的是哪个超市啊 超市 一出莲花 就胜利路口那个 排大队 我排了半天队才给你买上 好吃吧 明星优惑的最佳去处 威尼斯酒店 搬到一出莲花里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今天去一出莲花 打完了架 这个包装袋完全破了 所以我就在车上 随便找了包装袋 给包上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可不就是这样吗 我今天去一出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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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一声一轨了 咱不刚刚说了这个问题吗 你车上的东西 准备的还挺齐全的 连装点心的盒子 都准备好了 这个 是这样的 我 路过威尼斯酒店 买了这个点心 然后呢 去打架 打完了架 人的思维就很混乱 你看这架打的 我 我想起来 车好像没锁 我去看一下啊 你慢慢吃 魏德兰 你还在骗我 姐 你又叫什么呀 人家才刚刚睡着 姐你能忙就 打架吗 你给我闭嘴 你还帮着他说话 你对我吼人吗呀 我又没惹着你 你自己心情不好 看着谁都不顺眼 大不了 大不了我不住你这儿了 哥昨天都不会这么吼我 安娜 我求你了 你别给我添乱了行吗 你别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就这么从好这儿走 你不就是担心 我把姐夫的事告诉哥吗 说到底 你就只是关心你自己 放心 我没那么八婆 你我要打手 我 男人 你不已罚我 而是好朋友 就像我和亚军一样 互相信赖 互相帮助的好朋友 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关系 能得到两个这么好的朋友 命运对我可真好 霍霍 今天她还像亚军一样 为了维护我 跟赵家他们打了架 她给我信任 给我机会 还给我照顾 可我却经常给她惹祸 无敌啊 无敌 不会打扮 不会穿也不是你的错 可是你至少应该 尝试着学习啊 难道这比解答复杂的 进入命题还难吗 她那么帅气出众 你作为她的助理 却总像一个丑小鸭一样 在她身后给她丢脸 你难道就不能努力一点吗 天使多了一刀算数 百分之九十的女孩 都会吃爱情分枯 只剩百分之十能得到幸福 能永恒的只有 一点零零雾 我就是天使说的大多数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很残酷 我女儿把这头发一趟 简直变成大姑娘了 你看她像不像陈白露啊 不像 陈白露哪有我女儿这身正气 我要像的话 像白羊年轻的时候 你看那个脸型 吃饭吃饭 吴迪 这个来了那好 你看看我们吴迪的新发现好不好看 你看看 先不说这个 吴迪快跟我进来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呢 别关门啊 别关门啊 唐亚军出什么事了 把这些赶紧给我算清楚 如果做得好的话 今天一天就可以赚五十万 五十万 今天我要上演一出精彩绝论的操盆表演 快点啊大哥 来来来 唐亚军你搞什么一天之内五十万是不是真的 唐亚军说话向来正敌有声 你还愣着干嘛快去呀 唐亚军 这个这么快时间内就可以赚五十万 如果有闪失它会不会就 做不好的话就赔五十万 我今天要上班呢 大哥我今天要上班呢 那就请假 这里外里关系上百万资金呢 上百万 你这不也是没概念吗 没概念 喝吧 我给你放个糖了 还生气啊 我不是说了吗 昨天我是记错了 怎么不接电话呀 是因为我在这儿 所以不方便接吧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 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为什么要接呀 不信你可以回播过去 好啊 我倒想看看这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 你还真回播呀 你知道这样多危险吗 现在有多少西费电话陷阱 万一搞不好 被扣掉上万块钱花费怎么办 又是同一个号码 好啊 我就当紧你的面接他个电话 可以了吧 喂 费总 吴迪 你用谁的号码过来的 他阿军的 这么早就和他在一起 是不是昨天晚上你们俩就 费总 唐亚军他 是来我家上班 他每天早上都来 你忘了吗 宝贝你倒是快点啊 真急死我呀 唐亚军 费总我想请假 啊 啊 他们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费总你在听吗 我想请假 难怪他昨天那么冷的 无视我火热的眼神 我我我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我先回去了 再见 谢谢你送我回来 看来我的魅力值真的在减退了 费总 我想请假 你听到了吗 请假 不行 费总 今天亚军这边需要我帮忙 这件事情是关于天才和概念的大事情 我必须留在家里 大事 什么大事 不愧是你俩要出去约会吧 费总 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今天股市有大的变动 可能涉及到上百万的资金 雅军说只要有机会的话 我们 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涨到五十万 真的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那你什么时候来上班 可能要是十一点钟左右有心吗 一定要那时候来 绝对不起迟到 好的 原无敌 嗯 他要请假 对 和男朋友约会 不是 是正事 是 谈公事难道非要跟男朋友在一起吗 谁知道 也可能顺路吧 他为你打掩护 你给他开绿灯 你们配合得可真够默契的 哎 牛奶还没喝呢 你忘了吧 我从来都不喝加过糖的牛奶 哎 哎 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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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意气风发了 那是 我知道了 您一定是把债务都还清了 你会不会说话呀 少了我讲的好心情 没有没有 开玩笑的那姐您别介意 灵姐呢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呢 这么说 他还没来呢 不是不是 我就问问 他是不是搭了您的顺风车啊 没有 以后 永远不会了 啊 怎么了 他的事儿我不知道 要不然 你打他手机 自己问问 哎 怎么接不通啊 到底怎么了 我哪知道啊 他迟到那可是家常便饭 他要不迟到 那才出事儿了呢 张琳啊张琳 别怪我出手太狠了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又年轻又有钱 当然有人送礼物了 就应该让你也过过我的苦日子 好 我来 李总 有人送你的礼物 放我桌上了 一吵架就送礼物 男人怎么就会这么一招 喂 父亲 你怎么会打电话来 我要打的 碑子是我们都送的 我真的得不吃草 楠 又暗轻 你不用就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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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您知道我在收藏这套杯子 富乐 我一猜就是这小家伙在偷偷报信呢 好漂亮的一只杯子呀 一个杯子换一个手机 还是你真便宜呀 喂 宋经理 我是裴娜 您知不知道张灵去哪儿了 我找他有点事 可到哪儿都找不到他 是不是没来我也不知道 那就拜托您帮我找一下吧 谢谢 好 我帮您等过去 小五 李总走 我记得你的座位不是在前台吧 林姐她 别告诉我她在洗手间 不不 她 小五 张灵哪儿去的 孙总 那个 林姐她出去办点事 小五 刚刚你不是还在问我 张灵去哪儿了吗 小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张灵来没来 打卡机很快会给我们答案的 现在都回去工作吧 废总 您处理问题不能这么草率 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看 前台比其他职位更重要 就像 就像我们的脸面一样 就拿您来说吧 您这么顺的一个人如脸似 您脸怎么了 这不用你掏心 毕总 您听我说完呀 好了 裴娜 张灵迟到孙经理会处理的 做你在做的事情 小五 你跟我说实话 张灵到底去哪儿了 孙经理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我会秉公执法的 迟到一小时 我扣他一天工资 光扣工资那怎么行呢 他情节多严重啊 要我说呀 应该开除 开除 有 吃个到不至于吧 韩倩 你怎么还不知道啊 作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都快急死了 什么呀 什么呀 到底怎么了 韩倩 你知道张灵 为什么三天两头都迟到吗 不知道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不是也三天两头都迟到吗 你怎么从来没向我 汇报过你迟到的原因呢 我 我是事出有因 性质不一样 我告诉你啊 张灵损害公司的利益 中饱私囊 作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实在是不能再事而不管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张灵的贪污 那倒不至于 张灵三天两头都迟到 不惜所爱公司的名誉 就是为了晚上去夜总会赚钱 你说她去夜总会挣钱 那 这女孩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她不会是做台吧 前台是做的 那个台我就不知道了 韩倩 我陪她可不是那种 随便班农失费的八卦婆 我是千真万确的知道 她的夜总会里啊 唱歌正外快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贝娜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张灵来了 人家又怎么得罪你们呀 没 没有 我可不是公报私仇啊 我是路见不平 是张正义 行了行了 你还是多花点时间 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吧 让你注意的事情 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出去唱歌 也没占用上班的时间 我也没必要老揪着不放 再说了 公司的员工 出去干私活也不止她一个 只要别做得太过分就行 那可不行 安倩 李总 李总 不好了 陈导 陈导 陈导跟客人在摄影棚吵起来了 我也去 这是我的地盘 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佳明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明明安排今天上午拍摄摄影棚的广告 不想从哪儿跑来一帮人 收音机给他们了 你们公司怎么搞的 明明电话约好了 街上我拍你们摄影棚 你看看现在 这什么回事啊 到我们拍摄 你们是要付责任的 不好意思啊 罗兰 摄影棚的工作是谁写的 是 是 说话呀 听了什么 是张黎安排的 因为我会不是 一天 有更少的 就是 一个个 导演出ш 将来 creo 杀了 她问一下 这是 intim 不好意思 耽误你拍摄时间了 孙培 把张琳的梨芝巾准备好 我不想把这种 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员工 留在公司里 雷芝 这下你可相信我了吧 这个张琳啊 实在太过分了 不开除她 不足以贫民分 裴娜 辛灾乐祸 你也不至于这么明显地写在脸上吧 我知道你想弄走张琳 虽然不太清楚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 但是你既然现在已经如愿了 是不是可以认真地做点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看看林吴迪 现在把非德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安倩 我已经尽力了 尽力个屁 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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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孙培说你要开除张宁 开除张宁 太违纪了 迟到不至于开除吧 如果这样的话 有些人该开除一百回来 那如果我告诉你 他迟到的原因 是因为晚上 在叶总会做兼职呢 我应该说得清楚一点 是去兼职唱歌 那可能是因为他最近 手头比较简发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我不管因为什么 我只认制度 姐 等等 我觉得这事不易闹得过大 张宁毕竟算是公司的老员工 我不希望因为这事 影响公司其他员工的情绪 你也知道 偶尔有个别在外头兼职的员工 我们也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算了 现在公司 还是应该以人心稳定为重 谁都有头脑发热 犯错误的时候 惩罚一下 引以为这就算了 我觉得这事 你还是网开一面吧 你是在说张灵呢 还是在说你自己啊 我是在说张灵 也是在说我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 如果不给予真正的惩罚 他们永远也不会悔改的 张灵已经不把西字 放在本职工作上了 她安排的摄影棚拍摄表 出了差错 弄得嘉明和客户的拍摄时间 撞了车 你说我还能原谅她吗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 否则她离开了概念 就算去了别的公司 她也待不长啊 至于某些人呢 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知道 她是否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看来我这次真的把她惹闹了 我不能再跟她对着干 如果牺牲张灵能先安抚一下安倩 倒也不是坏事 而且 程当安倩 我要准备去开策划会了 就两分钟 对不起 刚才我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研究性 幸亏你提醒的及时 要不然真有可能酿成大错 公司在管理上 就是应该防什么肚 防卫图件 对对 防卫图件 陪那很机灵的 我们就是要防卫图件 绝不允许任何一点小的错误 轻易的决心 这样我们就不会犯错误 对于你刚才的看法 我很认同 开图张灵 绝对不要手软 而且我知道你是为了她好 你知道我是为了她好就行 没什么事我去开会了 那总得有一个新的前台 我会让孙陪玉安排的 不用 内部调整就可以 我已经有事和内部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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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不会是这扫地的眼熬出头了吧 春花 春花 别想太多 这事和你没关系 继续 好 我想到的最好的人选就是 是 你 你 我 我的名字叫无敌一 我相信我能成功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的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 公伏在一起怎么的怎么比 要数上茅我倒数第一 可影响不了我的美丽 我善知人意 从不花言巧语 不用眼泪吸你的注意力 我的名字叫无敌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的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最刺激 功夫在一起怎么比怎么比 善良的招数拍地一拍地底 我们有力气只会使用转移 起乔中一样一地两地三地地转移 功夫在一起怎么比 善良的招数拍地一拍地底 我们有力气只会使用转移 起乔中一样一地两地三地地转移 我的名字叫无敌一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的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最刺激 我的名字叫无敌一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的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最刺激 自己拼自己才能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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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拼自己才能创造奇迹